乔丹的伟大无庸置疑,除何来描述乔丹,相信大多数球迷都和堂哥一样,很难找出合适的语言。 关于乔丹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,今天堂哥在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下关于乔丹的故事。 1984年选秀大会后,乔丹正式来到芝加哥公牛队,出生牛犊不怕虎。 乔丹在职业生涯第三场比赛就爆砍37分,随后又在第九场比赛砍下45分,让人刮目相看。 乔丹只用半个赛季就征服了所有球迷,球场上的呐喊声就是很好的证明。 除了这些,乔丹在新秀赛季便入选了全明星首发,这是继魔术师约翰逊和伊赛亚托马斯后,联盟里第三个做到此成就的球员。 这是球迷对乔丹实力的肯定,乔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除了在球场上锋芒毕露之外,球场外那双百变球鞋历史的Air Jordan同样引起了轰动。 但是作为一名新秀能够备受瞩目,自然很容易招来敌人。 乔丹也不例外,全明星赛乔丹的一身衣着就惹起了同行的不满。 当球员们都在热身时,乔丹的脖子上却挂着金项链,并且配上黑色的迈克训练衣。 这让很多球员觉得乔丹是一个无理的人。 国赛队的伊赛亚托马斯就是其中之一,我们都知道乔丹和伊赛亚托马斯之间的关系并不好,甚至有过有我没他的闹剧。 NBA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,乔丹曾在电梯里遇到伊赛亚托马斯,但是乔丹并没有跟他打招呼。 反而一个人安静的站在角落,这让伊赛亚托马斯觉得这个后辈性格很傲慢。 所以伊赛亚托马斯就联合魔术师约翰逊、乔治格文等人孤立乔丹。 这也就有了全明星比赛里的Greeze Out事件,在抵制乔丹的名单里面,只有伊赛亚托马斯和乔丹同队,所以在比赛中他刻意不把球传给乔丹。 这也是乔丹第一次全明星赛只拿到可怜西分的原因之一。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伊赛亚托马斯不把球传给乔丹,甚至乔丹在比赛中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之处。 但是日后乔丹从媒体里得知自己被孤立的是,他感到特别诧异,他第一次感受到其他球员对他的敌意,与其说是敌意,不如说是羡慕极度。 几天后,公民队主场迎战伊赛亚托马斯领衔的活塞队,乔丹忽下了49分,带领球队取得胜利。